是不是覺得日本美食好吸引呢? 關於美食的漢字你又認識多少呢? 這條短片會以實題小遊戲 跟你一起探索日本美食背後的文化 現在開始啦! 鑫這個字究竟為什麼呢? 1. 期間限定 2. 時令食材 3. 特別推介 鑫是指時令食材 日本人好注重鑫 認為時令食材才是最美味 例句 旬的野菜最好吃 意思是時令的蔬菜最好吃 所以見到鑫字就會找到新鮮的食品 1. 紅蘿蔔 2. 海參 3. 芹菜 2. 芹菜 人參原來是紅蘿蔔 3. 明蘿蔔 4. oute 人心和高麗人心是不一樣的 住民是為什麼呢? 1. 菜牌 2. 顧客點餐 3. 廚師推介 住民是指點餐的意思 去到日本餐廳,如果是應問你 請問可以點菜味呢? 想叫是應麗落單可以說 すみません, 注文をお願いします すみません, 注文をお願いします 意思是, 不好意思, 麻煩落單 是拉麵店的常用語 究竟為何呢? 1. 溫泉蛋 2. 追加麵條 3. 湯麵 3. 貝肉 剃肉就是只追加麵條 很多拉麵店都有提供剃肉服務 覺得不夠厚, 就可以跟店員講 意思是 不好意思 麻煩追加面条 字幕是什么意思呢 1. 慢煮料理 2. 慢用 3. 招牌菜式 字慢是解字号 所以餐厅上面写着字慢料理 即是指餐厅的招牌菜 而清赞餐厅的美食就可以用这句 意思是 真是好正宗的味道 日品听下去好像是高级东西 究竟是不是呢 1. 炭量发售 2. 季节限定 3. 极上美食 日品是指极上美食 例句 Chef の一品 Chef の一品 即是厨师的极品之作 见到这句就一定要试下 Curもし 刺 приг vaccines 4. 瓶ガ 1. 牛扒 2. 著名品牌 4. 特别 4. 瓶ガ 3. 瓶ガ 而餅是解性質、體格或者花紋 所以冥冥就是指名牌 例如冥冥牛就是指經過品牌認證的牛肉 例如 意思是選用品牌牛肉 精進料理感覺好像非常精緻 究竟是什麼呢? 1. 極品料理 2. 佛教齋菜 3. 健康食品 精進料理是指按佛教界律主的齋菜 在日本除了佛寺之外 都有餐廳提供精進料理 你可以問 精進料理有餐廳提供精進料理 意思是請問有沒有精進料理呢? 定性是指什麼呢? 1. 二人份量 2. 中等份量 3. 特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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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量 定性其實是指最基本的中等份量 例句 例句 不用問 1. 的確肥膜 1. 肥膜 2. 非常餓 3. 肥瀉 1. 肥膜 2. 肥膜 1. 肥膜 2. 肥膜 3. 肥膜 2. 肥膜 3. 肥膜 4. 肥膜 3. 肥膜 你已經完成了這個吃貨漢字挑戰 下次去日本餐廳就試下用呀! 你覺得哪個詞語最易猜呢? 請留言告訴我呀! 多謝! 請留下更大